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它和猫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安格斯一天天长大 身子越来越长 可是个头没长多高 苏格兰梗就是这样的 随着安格斯渐渐长大 身子慢慢变长 它知道了很多事情 它知道最好待在自己家的院子里 它知道青蛙会跳高 但是不要跟在青蛙后面跳 还有不要追着气球跑 安格斯还知道 不要躺在沙发上 不要吃别人的食物 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但是安格斯对家门外的某个东西非常好奇 而且它从来没机会去了解 那就是猫 皮带太短了 直到有一天 安格斯发现家里的沙发上 趴着一只陌生的小猫 安格斯走近它 猫坐起来 安格斯再走近一点 猫跳上了沙发的扶手 安格斯走得更近一些 嘶 嘶 小猫用爪子挠安格斯的耳朵 呜 呜呜呜呜 安格斯大叫 小猫跳到了沙发背上 接着跳上了壁炉 安格斯的个头太矮了 够不着它 午饭时 小猫跑下来 要吃安格斯的饭 虽然只是一小会儿 然后 小猫跳上了桌子 安格斯的个头太矮了 够不着它 午休时 它又坐在安格斯经常晒太阳的地方 洗它的脸 虽然只是一小会儿 然后 小猫跳上了窗台 安格斯的个头太矮了 够不着它 整整三天 安格斯忙着追那只猫 但是 它总能跳到安格斯 够不着的地方 直到第四天 安格斯追着小猫 上了楼 跑进了卧室 小猫不见了 安格斯到床底下找 小猫不在那儿 安格斯往窗外看 自己家的院子 还有隔壁的院子 哪儿都看不到小猫 安格斯下了楼 它看看沙发 小猫不在上面 它看看壁炉 小猫也不在上面 安格斯看了看桌子上 窗台上 哪儿都看不到小猫 现在 只剩下安格斯自己了 没有小猫挠它的耳朵 没有小猫抢它的饭 没有小猫 坐在它晒太阳的地方 也没有小猫让它追赶 现在 安格斯独自一人了 而且 它没事可干了 安格斯 开始想念那只小猫了 可是 午饭时 它听到了什么声音 咕噜咕噜 小猫又出现了 安格斯知道 小猫也知道 安格斯 深深地感受到了 小猫 小猫能回来 真是太棒了 好了宝贝们 今天的这本 安格斯和猫 已经讲完了 你们可还喜欢 那我们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到此结束了 下次再见咯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